你 楚姑娘 您这是在干嘛呀 我要做面镜子 用这个做镜子 府里面有很多铜镜 你想要什么样的 奴婢去找 不用不用 这样的镜子 三法司一定没有 蓝姑娘 您回来了 你就是那个 把王爷从头摸到脚 还想扒了王爷衣服的舞座 你是谁啊 楚姑娘 这位是 你先别管我是谁 你先回答我 是不是你啊 我 是我 不过 我是为了考试才 还真有这么回事 我还以为是吴江和景义 和其火来斗啊 整得还挺俊 可是你不是舞座吗 怎么在这儿刷勺子 我没在刷勺 你到底是谁啊 你猜啊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吧 我都三天没洗脸 没换衣服了 你居然说我好看 我从未见过 像你这么好看的女子 这么好看 是怎么好看啊 你的五官 位置公正 轮廓清晰 下颗骨 宽窄合宜 颈骨线条 自然 流畅 肩宽 腰窄 大腿浑圆 小腿修长 还有一种 女子身上 很少见的力量之感 如果我是男子 一定不想娶你的 王爷 越来越没有正性 谁没个正性啊 你家五座 刚刚还是要娶我呢 我 你可别想赖啊 我可是有人证的 行了 袁翘 带她去洗把脸 去石戒堂等我 是 我等着你去玩 王爷 她是谁啊 她是前中道 折渡市冷沛山的孙女 冷月 她从小就这样 流口无心 若有冒犯之处 我代她向你赔布什 你怎么在这儿 磨起勺子了 我 我没在磨勺 我 我只是 你是来找我的吗 艳势丹 可会填血 会 我爷爷教过我的 虽然填血艳势丹 是疏力干的事 但是武座也得懂才行啊 不然疏力乱填一气 最后还要落下 武座的名字 那当武座的 岂不是要被害惨了 检验冯介 刘月和卢川生三人的结果 可都还记得 记得 只要是我检验过的尸体 我都不会忘的 好 晚些我会让人 送艳势丹过来 你将他们三人的 艳势丹都填好 一并给我 还有 记录人和武座 两个空着 不要填 我记得了 没关系 急什么 等我当上正式的武座 就能写名字了 我一定要当上正式的武座 敬格老 圣上追封冯尚术之事 学生操虐了几个嗜好 您看是否妥当 昨夜冯府灵堂失火 听说你就在现场 是的 学生怕出什么事 前去看一看 刚巧遇到了安郡王 奉旨前去冯府之歉 与冯府生了些误会 学生担心 有心之人拿此诗做文章 就留下来 帮着料理善后了 昨夜还有一事 不知格老是否一有耳闻 你是说 如归楼被查抄之事 是 是 只是略有耳闻 今日圣上赵宗亲进尘入宫 参加斗茶会 逢借追封之事 荣后再提拔 免得让圣上早兴 学生明白 这一年多不见 你的手艺又津津不少 怎么这么多宝贝啊 这里是三法寺衙门 你称呼规矩 别教坏我手下的人 哎呦 从小就跟着你叫你老大 叫都叫得顺口了 再说了 这儿不是也没有别人吗 哎呦 好好好 王爷 这一年多不见 哎呦 这儿是 警衣呢 怎么没看到警衣在这儿 没她在这儿比衬着 都显不出我乖巧懂事 谢谢 真的谢谢 相公 没事就好啊 没事没事 你怎么突然回长安了 怎么 在江湖里游荡够了 也不能这么说 这长安也算是江湖 况且江湖里的新鲜事 层出不穷 哪有游荡够的时候 不过 还是你这儿的事更新鲜 吴江在心里跟我说 你差点为个姑娘扒的衣服 我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呀 我让他传信 问你玉面判官 他都跟你胡说八道什么了 这也怪不得吴江啊 他不跟我说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到的 是不是就是你想知道的 那你都查到些什么 我跟江湖上的朋友 都问了个遍 谁都没有听说过江湖上 有玉面判官这好人物 所以我又托他们 问了点别的 什么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琢磨 这个姑娘的身世 虽然当地人都说 她是她爹在外面 鬼混私生的 不过据我在前中的 那些朋友说 她爹楚平 绝对不是一个 会在外面鬼混的人 为什么 这楚家一家子 都很老实本分 因为干五座这一行 有人忌讳 所以他们平时 除了干一些 收拾入恋的活迹以外 很少跟周围的百姓 打交道 前些日子 这个姑娘 离开加莱长安 参加五座合计考试 他家里特意找了一个 商对托付 他跟楚河 更是一路把她 护送出钱州 才折返回家 依我看 这楚家对这姑娘 可一点不像对待 一个私生女 那就奇怪了 如果她的确是 楚平的亲生女儿 楚家又对她十分真实 为什么不出来 对她的身世做任何解释 任由这些传言诋毁于她 兴许是人家深正不怕 影子歪懒的解释 你这一年来游历江湖 可曾去过乾州一带 你知道的 我去哪儿也不会去乾州 禀王爷 楚姑娘求见 说是你让她送东西 让她在前面等候 是 你回长安的事 都对谁提起过 就只在心里对你提过